而为在华林县议会前的永信路靠近府前路口 因为路幅较为宽广 再加上中间还有设有龙凤公园 超长的行人穿越线 也导致了不少长者在过马路的时候 都会面临走不完的困境 也因此产生了安全的隐忧 因此名镇里长林志鹏 则邀请了华林县议员魏嘉贤到厂线刊 希望能够改善行穿线过长的问题 也让长者或行动较为不变的市民 都能够安全通过 未在华林县议会前的永信路靠近府前路口 因为路幅较为宽广 加上中间还设有龙凤公园 超长的行人穿越线 导致不少长者在过马路时 都会面临走不完的困境 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中美十一街 接到议会的这个人穿线 留意过长 然后呢它变成说 行人会变成有两段式的走法 那我想说有提供更安全的方式 所以呢就能够改善 在行穿线透过我们这个龙凤公园 一来从明镇花园到龙凤公园的老人家 也做一个类似无缝的接轨 安全的一个做法 另外呢做法的时候呢 在让这个行穿线 让行人走得更安全 然后透过来龙凤公园以后 走到议会 这个这一段式的时候呢 等于也是一个两段式的走法 让那个比较缓慢的人啊 他有更充裕的时间来通过 为提升用路安全 明镇里长林志鹏 则邀请华联县议员 魏嘉贤到场线看 希望能改善行穿线过场的问题 也让长者或行动较为不便的市民 都能够安全通过 那看到这里的行穿线 特别特别的长 那他们也担心说老人家 经过这个斑马线红绿灯的时候 会不会走到一半 红绿灯标志就会改变 那造成老人家可能会停在行穿线上 那建议是不是能够 把行穿线的部分 拉进来在龙凤公园内 让这里有一个相关 可以让老人家 就算是脚步没那么快的 也可以在这边稍微 不会这么赶的急促的要过马路 那这也需要一笔经费 那嘉贤在这边也预诺 只要法规 只要法规允许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来找这样的预算 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也让这边的社区跟民众 能够更安全更便利 魏嘉贤除了感谢林志鹏里长 协助反映公共安全议题 在线看中也发现 该处欠缺人型号制的提醒 会尽快要求华莲市公所 或极限禁区交通科 针对问题提出改善方式 让用路人能有更加安全 舒适的行走空间 建构友善宜居的居住环境 记者徐立琴 欢迎来自报导